同学好 今天我们学习的内容是 健康行为养成模式中的计划性行为理论 在学习新的内容之前 我们需要先明确一个立场 即健康行为研究是健康教育的核心 或者说健康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 都是健康行为的养成 只有坚定了这一立场 那我们也就掌握了健康教育总的开关 今天我们学习的计划性行为理论 就是关于健康行为如何养成的一种 有代表性的理论模式 我们已经发现 已有的关于健康行为养成理论的研究 更多关注的是健康行为的成因与过程 根据对健康行为养成关注的侧重点不同 目前主要形成了三种模式 即注重认知过程的健康信念模式和保护型动机理论 强调行为一项的计划性行为理论 以及关注行动过程的转换理论模式 今天我们主要介绍的是计划性行为理论 计划性行为理论作为目前改善健康行为的主流理论 它是依据理性行为模式发展而来的 理性行为模式是由菲什拜英这个人提出来的 它的一个基本假设是 行为意向是行为的直接决定因素 其他影响行为的因素都是透过行为意向这一媒介而起作用的 即谁想影响行为那都必须通过影响行为意向才能起作用 计划性行为理论就很好地吸收了这一观点 提出了行为模式的关键是人们依据可靠证据做出理性的思考 然后做出决定并表现行为 它强调行为是已经计划的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 计划的过程是为了达成个人的意图 因此根据该模式 个人的健康意图是决定健康行为的重要因素 而健康行为意图本身又有三个要素组成 第一个人对特定健康行为的态度 比如有人认为只选择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并不是挑食 第二社会既定的规范或习俗 即个人相信别人认为它应该如何表现 比如大家一般都认为人不应该挑食 第三对行为的控制 个人相信自己已经具备充分的技巧和能力 足以克服外界的困难并完成计划 比如我们应该拒绝对油炸美食 对我们的诱惑保持健康的饮食 这一模式重视每一个影响因子 而个人的信念对每个因子赋予了不同的价值 在这一点上 计划性行为理论与健康信念模式是相同的 是一曲同工的 通过上述分析和解释 我们已经初步理解了健康行为理论的特征 俗话说 不怕不识货 就怕货比货 通过比较 那可能帮助我们更深入地把握 计划性行为理论的特点 将传统的健康行为模式与计划性行为模式进行比较 就会发现 传统健康行为模式中健康态度与健康行为是一种简单的线性关系 即有什么样的健康信念就会有什么样的健康行为 计划性行为理论则超越了传统的模式 在其间注入了健康行为意图 它揭示了健康行为形成的决定因素是健康行为意图的产生 揭示了他人也会对个体产生影响 是其他理论难以解释的 即使改变了态度或拥有健康态度 也不一定能够保证行为的改变或行为的发生 这一事实得到了很好的解释 好,在全面了解了他们的渊源和总体结构以后 下面我们来综合的来思考这一理论模式的得失与启示 通过比较我们就会发现 计划性行为理论揭示了健康行为意图 对健康行为改变的中介作用 这是该理论的一大优点 但是该理论过分强调健康行为养成中的理性因素 生活中健康行为的发生并非都有很好的计划 这是其一 其二,行为意图虽然较健康态度 更容易促使健康行为的发生 但也并不一定会转化成健康行为 即健康行为表现不是行为意图的必然结果 行为意图会因种种原因而不直接导致行为的发生 因此还必须充分考虑到社会、文化、环境等因素 对个体行为意图的影响 计划性行为理论有得有失 那么当然它也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启示 要建立和保持健康行为 必须要考虑以下因素 一,应该注意诱发个体的行为意图 使个体产生有关健康行为的正确观念 二,应考虑各种因素对个人意图的影响 比如使个体介意或者重视他人和团体对健康行为的看法 三,个体对采取健康行为结果的评价 今天我们主要介绍了计划性行为理论的渊源和得失 对于我们如何通过促进健康行为意图 而养成健康行为具有重要的意义 今天的内容到此结束 谢谢